在海南吃这个椰子鸡的话一定要 今天我们在海南三亚临水这里 想找个地方吃个饭 这里我们也不太熟 然后看到路边上有一个美食鸡就进来了 我们点了一个椰子鸡 这个我之前在深圳的时候吃过 但是我弟弟他们没有吃过 所以说来了这个三亚 来了海南 只要吃一下这里比较有名的这一个特色美食吧 也算是 我昨天还刚刚看到一个就是一个铁子 说这个全国各地有名的 每个省份五种代表性的一个美食 海南其中之一就是这个文昌椰子鸡 虽然我们现在在淋水 应该也能吃到这个比较正宗的椰子鸡吧 反正是在海南 现在就叫了这个椰子鸡 好像才有一个套餐 这边是198块钱 等上了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了 看下它这个是半只鸡 还有个丸子 还有个香芋 生菜先切面 手工切面 还有一个菠萝炒饭 还有一个苹果醋 大概就是这些 我们三个人吃一个套餐 198块钱 马上就要上了 肚子真的有一点点饿 刚刚去海边玩了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饭之鸡 你我想象的感觉还是要少那么一点点 这个是饭之鸡 然后我在深圳吃的是都已经煮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好像是要现煮 这个鸡比较多大 这个鸡比较两斤这样子 两斤的鸡 一只鸡 这么小 这是椰子水 这里面的椰子水煮 这边是三个椰子 三个椰子 还要加白水吗 三个椰子 然后再加一盆泡浆水 就用这个汤来煮这个鸡肉 这个鸡 就是水 看以后再煮三分钟是吧 再煮 放鸡进去煮三分钟 这个鸡是养了多久的 一半 知道 你不知道 那个鸡一般养多久的 什么 鸡一般是养多久的 你问我怎么知道 要养多久的 人家这是从文昌进过来的 我 我 这个是饭之鸡 知道 水开以后再下鸡肉 水开以后再下鸡肉 这水开了下鸡肉 怎么下这个 直接自己下 我帮你下 好 可以 找一看 你好 您的调料是要辣的 还是不辣的 我不要辣的 不要辣的 那我们就不要辣的 三分都不会辣的 这边给你们进西藏了 嗯 倒进水藏了 嗯 喝一会儿吃了 我火又被闪了脸的啊 快吃快吃快吃 快吃 你好 您的咱们好 配菜往里面倒一下 直接倒进去再说 这是什么芋头 就是利谱芋头那种东西 这个198块的套餐 基本上都在这锅里面了 现在还差一个菠萝饭 等菠萝饭上来就齐了 我在搞了一个大杂亏 我的面条都搞进去了 这么长 这也太长了 虽然我说过要减肥不吃肉了 但是来了海南是不是 在海南吃这个椰子鸡的话 一定要试一下 看看海南吃的椰子鸡 跟我在深圳吃的有什么区别 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我感觉虽然就是海南吃的椰子鸡 反而没有说在深圳吃的那么甜 深圳吃的椰子鸡的甜度比这个更高一些 不知道是因为放了这些配菜的原因 我感觉更让人容易接受一点 还有这个调料也不同 在深圳吃的椰子鸡 它那个配料是那个沙姜和那个 叫什么来的 小辣椒 那种小尖椒 切成那种碎片的小尖椒和那个沙姜 然后吃起来感觉有一股燥热感 这个我觉得还行 有股甜味 但是没有说甜到腻口的那种 还可以吃 这个鸡我估计也是比较嫩的 煮了三分钟就完全熟了 而且我把料放进去桌煮了一段时间 它就稍微偏柴一点 因为我们那边的话 煮肉的话一般的喜欢煮久一点 还好